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理难所家属 和祖孙 能亲眼看到 这座 彰显历史工艺 其是 祖勤隆和的 二二八纪念碑 筑立在老岛的土地上 轻而 听到灯辉 以国家元所的身份 承担政府所换的过受 并道甚至的歉意 今天 我们要更往前 踏出一步 我要代表政府 向全体援助民族 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 对于过去四百年来 各位承受的苦痛 和不公平的待会 我代表政府 向各位道歉 但是 只能当不保护 一路 不管谁上台 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 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都不能允许 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力 台湾的老婆是没放弃乎的啦 台湾的老婆是丟不弃的啦对不对啊 人是这样的 讲到人说 做人说 做人不愿意 一人心所在呢 是 这样子会乱啦 现在我这两年回来这样 没什么目的了嘛 又没需要 我还会要给你任务 所以我就讲 台湾这些事情都表达不得了 是这样的 台湾啦 要交给你们喔 这些事情都表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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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